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立法會今天開大會 民建聯的黃定光大議員 提出了有關本港治安情況的質詢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回應的時候 又有金句了 簡直是笑死的市民 他怎麼說呢?他就說了 根據調查和情報的分析 他絕對相信 那些人是受過一些訓練的 而他們所受的訓練 除了本地之外 也有部分人受過外地人的訓練 你說這些真的有沒有證據呢? 首先我想問你 李家超大局長 到底你根據什麼的調查和情報 使得你有這樣的傷信呢? 可不可以拿出來跟市民分享一下? 你往往就掃諸說那些示威者 或者你口中所說的暴徒 就是跟這個外國勢力 是有勾結的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拿出證據來呢? 你就拿一些確實的證據出來指證他們了 對不對? 比如說他受過什麼訓練呢? 是不是搏擊的訓練呢? 游擊的訓練呢? 還是打鬥的訓練呢? 什麼訓練呢?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嗎? 你說有嘛 或者你說這些訓練是由誰提供的呢? 你既然說到本地人了 誰安排那些班上的 或者在哪個地點提供這些學習班呢? 你說在外地 誰是外地啊? 外地什麼人啊? 誰是外國啊? 經常說外國勢力啊? 即是凡親掃諸外國勢力干預本地的事務 永遠的指控都是這麼兇犯的 其實由CY那時候已經說有外國勢力了 還說有證據 佔中那期已經是這麼說的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提供得出來呢? 照計應該很快就可以說到 誰是外國 是不是? 為什麼到現在這一刻都沒有資料 你李家超大局長也是這樣 那些指控就沒有實質內容 全部被人感覺就是你自己憑空想像出來 就當作是真的 原來你相信一些紫虛烏有的東西 難怪市民提五大訴求提了大半年 都完全是沒有反應 死魚似的 原來根本上信了一些 自己想出來的東西 就當作是真的 這樣就逗33萬5千1百元的薪金了 是不是? 還有 如果你有訓練的話 那些年輕人就不用捱打 捱得那麼辛苦了是不是? 怎樣訓練呢? 原來訓練完之後也是這樣 原來 你只是這樣說得出 還有這個李大局長還提到 雖然沒有證據顯示 近期手獲大批武器的案件 跟外國恐怖組織有關 但是就會密切留意 這些案件是不是涉及到 本土恐怖主義的風險 保安局就會繼續統籌 紀律部隊的止暴制亂工作 這些根本上就是無中生有了是不是? 強行吹一個本地恐怖主義出來 越說越過泰 我發現這些特區政府的容官 到底為什麼有些人出來示威呢? 就是因為你們自己搞了一個逃犯條例的修訂出來激起民怨 想著在6月12日直上大會 什麼都是你自己搞出來的 你又不聽民意? 原來經歷了大半年以後 依然是沒有反省的 有錯就是別人的錯 自己永遠沒有錯 是對的 現在還吹一個本土恐怖主義的風險出來 你不要搞那麼多事 一時又扣頂港獨母子給人 現在又想到一個叫做 本土恐怖主義的母子出來 什麼都已經說了 不知所謂 不停吹一些風向出來 就是要打壓市民而已 越想越瘋狂 真是想壞人 第二點他就說了 留意到示威活動的組織性和文宣 例如說那些文宣會有不同角度的版本 每次行動都有特定的目標和劇情 他認為 這麼有組織性的部署 不會是烏俠子眾的所謂 當然我也認同你最後那一句 你說那些示威者不是烏俠子眾 絕對不是 香港的市民是優秀的 怎麼會是烏俠子眾 烏俠之眾就是特區政府的容官和香港警察三萬三千人 就是烏俠之眾 對嗎 一味指控市民有組織性 市民不是叫做什麼組織性 是叫做同心同德 大家相信同一個理念的時候 自然就會有隊形 難道像你那些藍絲 或者像你那些警察 每個人眼中只有眼前自己的利益 沒有大棒的利益 不會顧及到以後的日子 不會顧及到 普世價值 不會對於民主自由人權 這些是有向往的 當然 就是沒有隊形 對嗎 建制派也一樣沒有隊形 如果不是要撤換了 這個王主任 還有 特區政府自己的文宣 竟然間就抵賴市民的文宣 厲害 這樣賭國為恩 都行 市民為什麼那些文宣 厲害 你還說人家的文宣有不同角度的版本 是啊 只是說這首願榮光歸香港 又有原版 又有西方管原樂的版本 又有中樂的版本 很多版本出來了 還有很多外語的版本 為什麼 市民不是追求利益 創作這首歌出來 大家一起去拍這些影片 喂 如果要給錢拍 我想不知要花多少錢 全部都是義務的 告訴你 為什麼呢 就是人家相信 這個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的理念 是不是呀 真的要追求這些價值 就不是為了錢 猛病是不是呀 你特區政府找來找去 我聽朋友說 做廣告界的 為什麼你的文宣九流 原來你找來找去都是同一間廣告公司 沒有其他公司肯接 於是在傳統媒體上下廣告 是不是呀 愛比暴力強 與暴力割蓆 這些根本是老土得爆 還有 就是弄了這些wrap歌出來 30秒鐘悶到臂 黑色白色畫面 這樣就收你不知多少錢 特區政府的公帑就是這樣冤枉 所以不如派了他 是不是呀 何況我認為你那首wrap歌 根本不是wrap出來的 比50年代的粵語長片 你如果真的要參考那些廣告哪些拍得好 蔡英文的競選廣告就真的拍得好 即是要大聲說話的廣告 要跟民主陣營民主國家站起來 要求那些市民 在11號出來投票 別人就真的有這個感染力 拍了出來 還拿了香港的示威作為引子 即是說你那些警察怎樣來暴力鎮壓市民 這些就拍得好 是不是呀 而且他提到市民的文宣 我絕對覺得真的很漂亮 只是落蓮農場看看就知道 比如說蓮燈珠 或者青色的胚胚青蛙 或者是維尼熊 別人全部用尾帽子貼出來 是不是呀 還有我相信 那些平時貼出來彩色印刷 做得很漂亮的文宣 肯定是有些從事 設計或是市場推廣相關行業的 市民很熱心地做出來的 放了很多心機去設計 為甚麼呢 只是為了理念 沒有錢的 這些全部 自己給錢印的銀河包 彩色印的很貴 你瞞瞞瞞瞞瞞 對比台灣人 就相當先進 特區政府的文宣 怎麼這麼久留呢 就是因為你不需要有選舉壓力 比如蔡英文又要舉例子 人家弄了一個LINE的群組 即是在即時通訊軟件裏有個群組 又弄了蔡英文的貼紙 為甚麼人家做得到 有空襟去做 就是因為人家有選舉壓力 要吸收那些青年選票 你在香港換轉行政長官 怎麼會做這些事 你只顧著討好選舉委員會1200人 這個小圈子就夠了 只向他們刷鞋就夠了 我們市民就讓你當作臭四 因為我們沒有票 當然沒有票 何況你放回香港這個場景 林鄭月娥更加不會做這些事 一來你沒有胸襟 二來你是一個藍血人 下街買個刺紙 去便利店 又可以拿出來說一餐 八達通又不懂 你怎麼會肯跟市民打成一片 你看過去一年台灣的政客進步了很多 肯去接納這些網絡的新事物 跟Youtuber和網紅合作 蔡英文也肯上去波特環 給波特環出撩他 然後聊到在大陸的生意都沒有了 這是後話 但是人家起碼肯去嘗試這些東西 還有那個中免書人 又肯上去跟他在這對話 當然大家都知道這些是做show 但起碼是一個新的平台 現在在網絡的平台 台灣來的計 比起傳統的媒體更大影響力 比如說韓國瑜 宋楚瑜 宋楚瑜也七十多歲 宋省長 還有這個 柯文哲 也上了這個 保安耶的show 這個是台灣最紅的節目 現在是 是不是 一上載 半個小時之內 已經有五十萬的點擊 這些人就是做得好 是不是 香港換轉你 作咬反胃 林鄭月娥 弄了一些拉的貼紙 有鬼人用嗎 還是邀請大J 和你合作 在節目撩你 人家不會理你 不會接受你的邀請 否則就聲名狼藉 好像明仔那樣 你回去找你的華記 是不是 那麼肉酸 有鬼人看嗎 我真的想到畫面也想反胃 你想想 這些就是特區政府的 這些官僚主義 人家台灣已經是上升了這個層面 已經走得很遠了 你還是這麼落後 還在拍攝那些愛比暴力強 跟人家台灣差了九條街 你拍些什麼出來才行 你脫離民意也算數了 你已經擺明不會聽民意了 你知道嗎 你弄的文宣出來 都是浪費銀紙 是不是 真是白癡 低級到 真的是垃圾級 這些是 好了 而且這個李家超大局長 又說到資源的問題 是不是 又說 從示威活動的物資和資源 就看得出不是三五成群 可以有這樣的能力 又是說廢話 其實你講到尾就是不相信 香港人是願意無私奉獻的 這些就是完全的自私 和離地 典型的藍絲思想 是不是 只是看看遊行的籌款商 黃絲塞到滿滿 每一個政黨都是 過百萬的籌款 你們就知道 當然他們有很多解釋 就是有人把錢打散了 我聽過的 這些藍絲 是這麼說的 把錢化整為零 塞落那些 唉 我真的免得辯駁 聽到 根本上他們就不相信香港人的堅持 和 那種信念 只是搞得起的黃色經濟圈 你就看得到 香港人那種 堅毅不屈的精神 是不是 好像這些藍絲 好像離地局長 33萬5千100元的工資 自己亂說 疑笑大方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